今天我们又来讲 Vios 不过我们讲的 Vios 是马来西亚版本的 Vios 很多的朋友一直问我们全新一代 Toyota Vios 什么时候会在马来西亚上市 OK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爆料 不过爆料的消息不一定准哦 在我开始爆料之前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OK 首先关于 Vios 的细节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 它采用的是全新的 DNGA V 平台打造 车身尺码对比上一代车型变得非常大 上一代的轴距只有2550mm 但是新一代的车型达到了2620mm OK 给大家一个数据 目前在马来西亚贩售的 B Segment 日系的车款中 Mazda 2 的轴距是2570mm Honda City 是2600mm Nissan Almera 则是2620mm 也就是说目前 Vios 轴距在同体的车款中是最大的 跟 Nissan Almera 一样 也因为轴距变大的关系 所以它的内部空间也变得非常的巨大 至于在外观设计的部分 新车采用了和 Toyota Corolla Autist 非常类似的设计风格 和其他的车款主打运动化或者年轻化不同 这款车的设计其实是非常沉稳的 至于在车尾则是采用了雷 Coupe 的造型设计 而且配备了3D LED 的光调 不过自从这款车发布之后 很多人对它的外观设计是褒贬不易的 不知道你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采用新平台除了它的空间表现更大之外呢 它的安全性跟操控表现也有很大的进步 只要开过 DNGA 平台的朋友 应该都会知道这个平台的车款操控表现进步非常的大 而根据我们泰国的媒体朋友给我们的消息呢 这款车的操控表现真的不是旧款的Vios可以相比的 甚至可以说它是B segment最佳之一 因此我自己也很非常期待这款车的操控表现怎么样 所以未来我们一旦有消息的话呢 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不过偷偷告诉大家呢 有一些相关人士已经试驾过了马来西亚版本的Vios 他们是专业车手 他们给我的意见呢 他们给我的反馈 都表示这款车的操控一级棒 至于在内装的部分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全新一代Toyota Vios的内装设计是非常的成功 虽然它内部跟这个Elza 还有Artiva 等等车款 share了非常多的Parks 但是无论如何呢 我觉得它整体的质感都比起这一代的车型还要出色不少 尤其是在中控台上面采用了双层式的设计 甚至在泰国版本还有双色内装还有64色的氛围灯 不过有一个算是坏消息的东西要跟大家讲 就是目前除了泰国版本之外呢 柬埔寨、印尼、中东贩售的Vios或者是Yaris Sedan 都是没有氛围灯的设计 所以这个64色氛围灯可能只是泰国版本独占 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UNW Toyota可以把这个氛围灯带进来马来西亚市场 因为毕竟它带进来之后它就是唯一一款V Sedan 有氛围灯的设计 除此之外呢这款车沿用了这个DNGA平台的特色 在普通的车款呢采用的是传统的手刹车 顶级版本有电子手刹车还有Auto Hold 另外呢它的置物空间表现也对比上一代车型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款车型它的内装设计对比上一代来说呢 改变极大而且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在后部的空间表现就如我想到了 这个轴距加长了之后它的后部乘坐空间也出色了不少 同样的也是来自泰国媒体给予的消息说后座非常的好做 所以小家庭可以期待一下明年的Vios 安全配备的部分呢这个Vios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有一点点退步 我们先来讲退步的地方 目前还在马来西亚贩售的Vios呢全车系都有7个气囊 但是在大改款之后只变成了6个它少了一个西部的气囊 但是在先进主动安全配备上面则是有大大的进步 目前我国版本的这个Vios呢是有Toyota Safety Center 但是它只有这个前方撞击一颈自动紧急刹车 还有这个车道偏移警示 可是到了新一代大改款的车型变得非常的丰富 包括了远近光灯自动调节车道偏移修正 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等等的功能都集合在这款车里面 但是同样的只有顶级版本才有 无论如何呢它的安全配备对比上一代确实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我还是希望那个少掉的一个气囊可以加回来这样诚意十足 我们之前讲到的细节都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东西 接下来就要讲大家不知道的东西也就是引擎 引擎的部分呢在泰国版本采用的是1.2公升的这一个自然进气引擎 在辽国缅甸柬埔寨采用的版本呢则是1.3公升的DUAL VVTi引擎 那么马来西亚呢 其实马来西亚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啦 同样的是1.5公升的DUAL VVTi引擎 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看马力呢 它比上一代退步一点点 上一代的马力表现是107PS 风之扭率表现140Nm 但是到了新一代的车型呢变成了106PS 138Nm 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会讲哎呀怎么没有力得 不过变速箱则是从CVT变成了DCVT 也因为DCVT变速箱的加入呢 让这辆车的加速表现实际上有着很大的进步 我们就拿MIVI来做参考就好了 MIVI自从更换了这个DCVT变速箱之后呢 它的0-100加速表现 直接跃进到了10.2秒 如果我们以B segment作为标准的话 10.2秒其实是非常快的 加上我们之前试驾这个Pro Duo ELZA的时候 觉得它的动力表现其实也非常的惊艳 因此我们相信在车身重量轻了100公斤的情况下呢 这个全新一代的Vios 就算采用了马力比较低的这个1.5公升 如果VVTi自然进气引擎呢 其实也会非常的不错啦它的动力表现 重点是油耗表现也低 这样更加符合一般人的用车需求 再再再再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新的引擎配置 是原厂目前还没有公开的 同样据说以后也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也就是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 不过目前关于混合动力的版本呢 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是采用1.5公升 Pro C的混合动力系统 另外一个信息则是表示呢 它会采用1.2公升的 REEV混合动力系统 其实个人是比较偏向这个 1.2公升的混合动力系统 因为这套系统本来就是为了这个 VNGA平台开发的 它采用的是一个1.2公升的 三缸自然进行引擎 主要是用来提供电力给电池还有电动机 电动机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06PS 峰值扭力表现则是达到了170Nm 这个峰值扭力表现跟泰国版本的 City Turbo相比呢 只差了两个Nm 泰国版本是172Nm 而如果City有这个170Nm 加上电动机 即时扭力的特性 我相信这个混合动力版本的加速表现会非常的快 而且重点是油耗会很低 这套动力配置呢 目前马来西亚版本的 Artiva Hybrid 已经在采用了 不过我讲我还没有试过这款车 我不知道实际的动力表现怎么样 以后有机会呢 我们也会拍一个Artiva Hybrid 的混合动力版本 给大家看 最后的最后要讲的就是这款车的上市时间 目前呢这款车 我们得到的消息呢 它会在2023年的上半年发布 大几率会在第一季 也就是1月到3月这段期间发布 目前考虑到目前已经是11月了 所以其实距离这款车的发布时间非常的接近 只是目前我们暂时还没有获得原厂的一些消息啦 如果未来有消息的话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送上给大家知道 因为毕竟这个Vios对于UNW Toyota 来说 是一款非常重要的产品 它们每一年的销量大概有3-40%都是在Vios身上 我相信原厂也会很在意这款车的销售成绩 而且诚意也会吃足 我个人最希望就是 氛围灯可以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